大家好,我今天弄一个视频讲一讲为什么不禁止大家用iPhone 我在前大概一两则买了一个iPhone,是512G的 在京东买的大概有10699 买了之后,然后我就是登录Apple ID的 我忘记Apple ID之后,然后他需要我收的姓名,还有那个Email 我收姓名的时候,始终就没法收了汉字 后来打电话给苹果的客服,苹果的顾问和高级顾问 绝后都来了,绝后他们承认去说,其实没法收了汉字是一个bug 说不影响使用,好,这就算了 后来我用了,我准备购买 购买那个也是在 Apple Store购买也是这个Apple的时候 因为苹果上的Apple Store很多程序呢必须购买 不像这个Android上面,你在Google Play Store 可以随便用很多开源的免费的软件 苹果的很多软件它需要购买 然后购买之,购买我就用那个PayPal去购买 然后他说我的PayPal不支持 当年我那个,之前买了一个美国的 美国区的Apple ID 然后我的PayPal它因为是中国的 关联中国的银行号码的嘛 那么信用卡好了 所以他就没法用PayPal去买 然后我回家过了几天 用我的信用卡 就是胸致信用卡 可以在国外消费的信用卡 然后去买,还是不行 我的那个服务馆被拒绝了 就是不能买 所以你看,就是中国人要在上面 买一个Apple使用都没法使用 所以这个就非常闹心 然后后来又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在这个我的Win的电脑 和苹果手机iPhone之间的拷币文件 所以我两个在电脑上就编辑了一个 知识本文件 想把它靠到这个iPhone手机上去 因为那里有一长处那个文字嘛 但是我折腾到很久就不行 用那个什么iTunes也不行 iTunes它说一个文件共享 就是我要叫iPhone嘛 iPhone 我就在网上设买iPhone 靠在电脑 因为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使用比较多的一个功能 我这网上设这个 反正我来到苹果观望上的那个说明 绝对都不行 嗯 当年有的就太复杂了 你看 我用这个iTunes iTunes按照它说明一个文件共享 文件共享 然后呢 文件共享上面 然后你还要在走车的列表里选择要存储文件的App 我觉得电脑上的一个知识本要存到苹果的手机上去 然后我也不知道苹果实际上用什么App 我就选择了一个浏览器 然后点的是按照它说点击添加或者什么东西 反正我都点了 最后 我在手机上也找不到这个文本文件 也就是就没传 也不知道也没传 你就搞不懂 也就是我这个文本文件也没法拷费到iPhone上 假如我电脑也其他的各种文件 比如Word啊 PDF啊 或者什么视频啊 图片啊 都没法拷到iPhone上 同样的iPhone上的东西也没法拷到这个 拷到电脑上面 有的人说你用那个LJob LJob后来我查了一下 它只能和苹果电脑之间互相拷 我的是PC电脑 那LJob Windows系统呢 没有这个LJob 就是有的还说要用这个 什么iCloud iCloud我觉得讨厌 它把输出群乘到这个语言上面 而且这有五个字 那我的一个视频解释是七八十几个字了 那我根本就没法用iCloud 所以iCloud 对于来说根本就没用 用来传文件 有人说那你用那个嘛 用那个微信 或者QQ传嘛 那微信QQQ这个应用软件传 一个要消耗很多流量 还有一个就它传到速度肯定也不快 特别是微信 它也限制的 你要存一个视频 两个字以上 或者一个字以上的微信 可能它就不让你存原版视频 是吧 你的五个字的 那个微信的QQQ传都很非识 你用QQQ传在iPhone上 我听说要把它分个文件 要分个K 分个三两个字左右才能传 那这个怎么搞啊 所以这个iPhone这个手机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智力 因为我没法和我的电脑存存文件 特别是我经常有大量的视频文件 视频有的是一个就是几个字 这个根本就考不了 用的是软件考更不行 当年他说 还可以那个要进一个什么 电脑之间进一个服务制 他讲了很多方法呢 你看 通过电子邮件 你信息控制电子邮件能存几个字 是几个字的吗 通过iCloud的自动存储 iCloud这些五个字传什么 用不起来 什么云存储没用 什么box 交box 那普通的哪也 我也没这些东西 然后通过web存储是被传出 USB什么插一个USB卡 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弄 然后我要再插一个右盘到iPhone上 然后靠到右盘上 然后右盘再靠到电脑上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然后追可能的一个方法 iTunes肯定是不行的 只能是一个文件服务器传送 也就是我要把PC电脑 变成一个文件服务器 两个呢 通过这个文件服务器的方式 可能进行传送 可能追踪至于这种 但这种哪有我们这个Android手机 Android手机 Android手机 我们电脑上没查 直接相互考虑考虑 非常方便 你随便多大的文件 十几个字 几个字都没任何问题 比如说 iPhone它的没法束的憨字在忘记 Apple ID 还不能购买 一些Apple软件 这个我就算了 关键它不能传送文件 这个就太老行了 这个例如来说 这个iPhone不就是一个激励吗 因为我以前用三星手机 经常在手机上 手机比如配音视频 两个传到电脑 两个互相 经常做这样的工作 而用iPhone呢 就不行了 所以觉得还是要用三星 这个Android手机 用iPhone肯定是不行 所以我就搞不清 为什么那么多人 中国人老是iPhone 我在国外的时候 发现国外大学里面的人 用iPhone的人全是中国留学生 我观察了一下 其实外国人基本上看不到用iPhone的 反正我就没看到 老外用的就是中国的什么OPPO啊 或者反正就是很 就是很普通的手机 他们就不像中国人对这个iPhone 特别崇拜一样 你在国外校园里看的是中国学生 各个都是iPhone 我老外呢 我就没看到我老外用iPhone 他们都用了Android手机 iPhone这个是一个封闭系统 它要和电脑传 只能和它的苹果电脑 所以这个挺老心的 就是苹果这个公司啊 太封闭了 就是封闭的东西都让人讨厌 它这个系统又不具有开放性 然后它的iPhone这个手机还死贵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和它的这个功能来说就是不配 性价比太低了 因为同样的手机 固产手机和它 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固产手机可能它iPhone要一万多 固产手机可能两三千就可以了 但我为什么没用国产手机 就是因为国产手机 它都有Muma 就是我认为都有Muma 所以我不一定用这个国产手机 所以最后呢 我就用三星 而三星呢 它一般的开始价格也贵 两个后来挑价也很厉害 人家都说三星是跳起王 但总体来说三千要比iPhone要好多 你可以在哪儿便宜店的时候买 所以我买iPhone觉得很厚 所以有的没有用过iPhone 手机的人 你千万要慎重 如果你在iPhone和电脑之前 要经常存容文件 那用iPhone就非常不方便 那用iPhone就非常不方便 iPhone这个手机啊 最后看呢 已经两三星 它这个Mac两三星差不多 Mac三万 我仅是Mac这个品牌 而且它的实用性 还是比Android手机差的多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就吐槽一下 做一个视频